字幕提供 歡迎收看BIOS TV 好 那在模式下介紹 如何在開始工具列這邊 新增下載的資料夾 好 那我們先到設定 個人畫這邊 點下去 點左鍵 好 到開始 我們往下面拉 選擇要顯示在開始上的資料夾 點下去 點左鍵 好 這邊就可以設定 它原本就有檔案總管 設定 那你可以再選擇其他的 放在上面 這樣下次你就可以直接點選 把它打開 好 那我們 點選文件 跟下載 好 按一下開始 它就多了文件跟下載 好 那 那你想要打開文件的資料夾 只要點左鍵下去 它就直接跳文件的資料夾出來 這樣就會比較方便又很快速 好 那這邊呢 如果你想要新增音樂也是可以 好 把音樂按下去 好 那就變音樂出來了 音樂的資料夾 好 那我們再來重複一次 首先 好 那我們先到開始 工具列這邊 我們到設定 然後點選 個人化 這邊有一個開始 再點選 選擇要顯示在開始上的資料夾 然後這邊 譬如說我想要 增加一個影片的資料夾在這邊 它這邊多一個視訊 好 我們點下去 它就會直接跳視訊的 資料夾出來 這樣就會比較方便 也快速 好 那你也來試看看吧 因為這個還蠻容易的 在這個影片 可以再拍一次 按照片 一會兒 在這邊